2016台北跨年晚會 由吳宗憲 納豆跟LuLu擔綱主持 綜藝天王吳宗憲他笑說 在跨年當天晚上 他要送台北市場柯文哲一支麥克風 邀請他一起上台演唱 2015進入倒數階段 今年台北市場的跨年主持群 15號搶先曝光 包括綜藝天王吳宗憲 新生代主持人LuLu以及納豆 三人合體 四眼將組成最好笑的主持群 吳宗憲跟在現場爆料 邀送台北市場柯文哲一支麥克風 要讓他在跨年當晚 忍不住上台現唱 我們就會請人 刺激他 對 跨年的時候 然後我送一個禮物給他 我送一個禮物給他 那個禮物 然後就一個盒子 然後LuLu 我下去 又美色又貨 就擺在市長前面的桌子 然後我說請市長把他打開 然後市長一打開 裡面是一支麥克風 我跟你講 以他的個性 他絕對忍不住 今天主辦單位 特別邀請到眾多知名歌手 前來助陣 當然不僅會有天后張惠妹 帶來一小時重新編排的演出 謝金燕 潘伟伯和蕭雅軒 也將帶來進隔熱舞 要與民眾一起歡度 歲末年中的快樂時光 每年跨年其實都會有一定的一些邀約 可是我覺得這次 去年其實對我來說是比較辛苦的一年 因為去年在跨年的時候 就是十月頭受傷 然後能就是在跨年都看得很心酸 因為你會覺得你也希望能 表演 潮好的表演 可是你卻頭是包著跟木乃伊一樣 然後再看 主辦單位表示 目前光是製作費就超過六千萬 不僅邀請到超強卡斯起來表演 主辦單位也推出APP 只要用手機下載程式 就可以票選決定 跨年當晚各天往天候必唱的兩首曲目 讓民眾能輕鬆參與 今年的跨年活動 雨點TV綜合報導